漂亮 面對世界排名第一強敵 中華隊羽球男雙選手王麒麟 李洋 以2比1 頒倒頭號種子印尼男雙組 拿下生涯對戰首勝 闖進奧運男雙八強 追憑中華隊奧運羽球記錄 16強就碰上世界第一的印尼組合 前運有夠差 但是定進也是轉機 原本不抱期待的林洋沛 卻意外出現 我覺得我一開始設的目標就是出現 那現在很建議的達成 那剩下的就是 我覺得還是把內容不做好 事實上25歲的李洋 和26歲的王麒麟 國中就認識 過去曾一起練球 直到2019年才正式搭檔比賽 王麒麟還開玩笑說 對打時最怕遇到李洋的變化球 還是對手的時候 我都一直是很不喜歡他的球路 因為他的球路 讓我打得很不舒服 面對兩個兒子的好成績 李洋的爸爸也難得敢信 甚至爆料 一度不看好兒子打羽球這條路 你現在高山都還沒有上甲族啊 當然我用吉降環 我就說 那你是根本不處於這塊的料子嘛 所以他現在有時候還嗆我一下 說我是不是自割料子 我兒子剛才也說嘛 自自死地而後生嘛 只有贏才有機會嘛 輸就沒了嘛 我都是很有信心 道氏王麒麟的爸爸 爸爸則是對兒子嚴格又有信心 你養生日快到了 所以他那時候 他今年年初給了我一個生日禮物 今年很快 現在換我們想要送他一個生日禮物 但還在你比重嘛 盡全力 拼到最後一刻 就是最好的生日禮物 TVN新聞綜合報導 請訂閱 按讚 分享TVBS 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哦 還有還有 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